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認為2030 一直等於我剛才說過 我不想讓大家跳入到所謂社會病理學 這個社會生病的 然後我們想要去找什麼 好像一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然後我們就可以到2030 我不認為 我認為我們需要正面的力量 我們需要去看到的是 台灣社會正在發展的東西 像我覺得台灣2030絕對值得期待的就是 現在每個地方 每塊土地 都正在尋找自己的特色 都在尋找自己的這種所謂前進的 這樣子的一個人量在那裡面 而且是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人 這些人都默默地在經營 我自己學社會學 可是我一直認為 我們在談願景的時候 不是只有在談經濟成長多少 不是在談高科技多少 不是在談就是說好像 我們有多少的所謂的收入 成長等等之類 我覺得台灣社會在2030 如果它能夠變成一個美的社會 變成一個好的社會 那這個社會才值得大家稱讚 或者大家共同來努力 對 那這一些都是我想讓各位看到的 我們台灣其實真的很美 美絕對可以成為一種前進的力量 那不是說只是放在文化而已 其實社會也需要美的思維在那裡面 我期待在2030有三個力量可以 在城鄉這個議題上面可以去呈現 第一個是由外而內的力量 很多人在講全球在地化這個議題 那我想在座也許有一些人跟我一樣 是從鄉鎮出來的 我們在看地方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 在地其實是我們最大的資源跟根本 可是常常我們會聽到很多外來的聲音告訴我們說 你們應該要有全球化的觀點 你們應該跟國際接軌等等的 可是當這些聲音進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真正可以做到 去實現在世界地球村裡面的 所謂的對在地而言更重要的那個 在地就業跟在地購買這樣的一個議題 這樣的力量能夠呈現 那第二個部分呢是由內而外的一個力量 那我把它也把它就是在附註為一個在地全球化 當然這句話可能對研究者來講 可能講起來有點弔詭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在裡面的 就是在鄉裡面的人 我們可能會很強烈的感受到 有很多來自外來的聲音或外來的協助 可是這些外來聲音跟協助 是不是真正的在重視地方的需求跟節奏 好 最後一個是跟環境和解的一個力量 剛剛維光老師也讓我們看到那個 齊柏林先生的一些空拍圖 可是事實上 我們更深入的來去進入到內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在我們的鄉裡面 就鄉鎮裡面有太多混合的一些業種 或是生活的形態 它共同構成了我們的鄉鎮的一個風貌 可是事實上它其實中間的 不管是它的存在的思維 或者是它的運作模式常常是互相衝突的 那怎麼樣去達成一個 大家共同的認知跟和解 然後才能夠讓那個生活風貌的一個 一致性可以更強化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這種價值觀 其實我自己接觸到香港 接觸到中國大陸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 或者文化人 他們非常的欣賢 欣喜 羨慕 因為這是他們社會的價值觀不允許的 你想想看 今天說 我今天大學畢業 甚至不畢業或幹嘛 我想開個小咖啡店 這在他們的社會來講 大致來講是一個不可理解的事情 是個叫做不務正業沒有出席的事情 可是在台灣 我覺得因為這些人的努力 他們願意去追求堅持 而帶動了改變 很多家長很多東西開始知道 吳寶春也可以變得很棒 現在大家也都知道 吳季剛一個愛芭比娃娃的孩子 也可以成功 所以這個觀念的改變 其實就帶動了很多這個部分 那當然其實這種新的社會價值觀 最後有沒有新的經濟價值 絕對有 所以我覺得政府部門要重視的 就是這種新生活型態帶來的價值觀 它背後有一種新的經濟價值 新的經濟產能 那個東西加上一個字叫做幸福 你知道我們在所謂的GDP指數之外 現在很多全世界的屏蔽 有一種叫幸福指數 也許我們可以叫美好指數加起來 它有一種新的產值 社會住宅不只是一個住宅的社會問題 我認為說社會住宅是一個城市問題 它必須把社會當作一個叫做城市運動 它才會引發出所有人對於族群 對於生活 對於空間的討論 那這個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關注性 讓我們從2000年的921之後 開始變成2011年新的一個叫做 新的城市運動 那我一直認為這個城市運動 會讓現在20歲 20幾歲的年輕人 在2030年當他變成40歲 變成成最整個國家的一個中心的核心人的時候 他開始可以感受到 他這20年是跟著這個社會在走 然後再往前走 那這是我從我自己個人 一個學建築或對看城市的觀點 我認為其實台灣 目前正在做這個事 可是太慢 其實城市需要有一個溫度以外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要建立那個高度 我覺得台灣就是有溫度沒高度 就拉不高 所以大家都在那個溫度裡面互相的 取暖或互相折磨 那我覺得那個高度要拉起來以後 變成一個價值 這個所有的溫度才會開始散發出來 所以這個我用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謝謝 台灣203年他希望 星巴克的連鎖咖啡館能夠少一點 就是說這種連鎖的東西 尤其是這種國際連鎖 有點像剛才玉萍提到的 就是說這種所謂全球化 我們也許我們需要更多的是有特色的東西 我記得他有講一個是這一個 另外一個是在許中有提到一個就是說 好像另外一個就是說 百年老店能夠更多 就是我們不要老是看 當然不斷地創業是對 但是如何讓這些有特色的 或者是很誠懇的很真實的 然後認真去在專業上面經營的這些人 然後能夠更多 而不是說你今天創業之後就賣掉 然後一直在強調的是骨架 然後這些概念的想法能夠不一樣 那當然另外他還有提到就是說 一些反流行的 就是說當國外流行什麼 然後台灣沒有流行什麼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指標在那裡面